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ABCDE 是五個數 它要你看這個圖形 比較 ABCDE 看個大小 這怎麼比較 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取什麼呢 比如說 隨便取一個數 比如說取1好了 X取1 X取1 以後對過去 對過去的話 這個Y值等於多少 Y值等於A 這個是等於A 然後這個值的話 就你X帶1下去 Y值是B 所以這是B 然後這個的話 就這個 當你Y帶1的時候 X帶1的時候 Y的Y是等於C 所以這個是等於C 這一點的話呢 是C 所以我們發現 ABC都是在X軸的上方 也就是A 大於B 大於C 那我這裡帶1的時候的話 我們看到 這裡帶1的時候 帶下去的話 我們看看 X帶1 X帶1 在這裡 所以 Y的話 就等於D X帶1 這裡的話 就等於D 這個是等於D 然後你 這一點 就是X帶1 那Y值 那Y值就是1 所以這個值 是1 那D比1大 都是負的 在X軸的下方 所以這個是它大於0 然後這個0的話 0的話又大於D 0大於D D又大於1 D的話大於1 所以它的大小關係就是 A大於B 大於C 大於0 大於D 大於1 這是第一小題 也就是說 是A大於B 大於C 大於D 大於1 這是第一小題 這是五個數的大小關係 好 再來我們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Y 等於C X平方 與這個 Y 等於D X平方 它對稱於X軸 也就是說 然後呢 它問什麼 它問那個 C加D等於多少 我假設C如果是正的話 那就是呢 C如果是正的話 那就是呢 是這樣子 C如果是正的話 是這樣子 C如果是正的話 是這樣子 這個假設呢 是 Y 等於多少呢 C X平方 然後 對稱於X軸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呢 我這裡 我同一個 X軸 的話 如果是X軸 如果是X軸 的話 那代表呢 這裡什麼呢 這裡是 CX平方 那它對稱X軸 是甚麼意思 對稱X軸 的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大小一樣 那這裡的話 就是 負C X平方 然後呢 因為 這個 跟這個 對稱X軸 那這個是 Y等於 CX平方 那這個 就等於 Y等於多少呢 等於 負C X平方 這兩個 函數的話 二次函數 它是對稱X軸 那現在它說呢 這兩個 對稱X軸 那代表 D的話呢 是等於 負C 這個是等於 DX平方 因為它說 這一個 函數 跟這個函數 對稱了一個軸 也就是 C加D 要等於 0 C加D 要等於 0 就是說 這兩個 如果對稱一個軸的話 折 D的話呢 是等於 負C C 那這樣 D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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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等於多少 等於 0 所以呢 就等於 0 所以第二小題 答案是0